香港人仍然沒有全面的立法會 和不同政長官的全面普選 所以我們要求2020年立法會的選舉 是需要有全民的普選 一國兩制 就是香港的法制和內地的法制 是分隔開的 他沒有履行到中英雄聲明的承諾 那就是他可不可以再次行使 對香港的主權 policy… 至今,比1,500香港人 最年輕人, 12歲 已被判決的 是的,我的痛是我的痛 我們屬於同樣的社會 擔心於有自身的誠意 黑社會,黑社會,黑社會,黑社會 他說,你不是以為共產黨可以給你革命,可以給你搞港獨,或者很高 我就說,如果不做的話,怎麼會有希望呢? 就是那派一點點,聲聲之火,重而了解